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分享生活艺术 唱谈健康人生 张玛丽 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 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 嗨 又回来我们美丽人生张玛丽 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疫情的事 所以我想都是讲一些开心点的事 我觉得在疫情这个年纪下来 很多朋友就真的好像没什么心机 假装就没心机 买衣服那些又没什么心机 我想吃东西又好像没什么胃口 总而言之就好像一样都不是很起敬 那我呢 经常都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实在整个疫情里面 真的不容易的 那我经常说不要输心情 因为真心说 难过又是这样过一日 你开心心又是这样过一日 所以其实在疫情开始 到现在为止 就是2020年的年初 一直到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8月 我是每天起床 我都会是精精神神地穿好一套运动衣 扮靚靚地去做运动 我通常做一个小时运动 差不多天天都做的了 曬一下太阳 游一下水 踩一下单车 有时候约朋友一起去远足 那天 然后呢 就算不用上班 在家里做事也好 或者那天没工作也好 我都会真的化妆 弄靚的头发 穿上一套衣服 还要是差不多天天都不同的衣服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我觉得 其实真的 在疫情里面 千万不要输了自己的心情 吃东西呢 不要经常都 适当了 公仔面 每天有一餐啊 什么一餐 就是我觉得 我不是特别帮你遇门的 我真的经常觉得 吃东西真的要有选择 以及要有品味 所以我就一定去找一些好吃的了 如果中餐你们这么幸运在美国 我就一定去 就是那些很漂亮的小笼包之类 各式形式的食物 想到都开心 好像这些就令到你会漂亮 我们经常都是美丽人生 美丽人生就是 不要让那个环境影响你 因为呢 真心说 这些我们大家都没得控制的 当大家都没得控制 那个大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情了 心情好不好 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我每天 我都会扮漂亮的 是啊 尤其以前 都没有时间 真的好好地去扮漂亮 或者是去 就是那些衣服 来来会会 总之每天穿了一件衣服 出去得体就算了 这样大大方方 或者是配合的场合 现在不是的 我每次都要穿到漂亮的 还有那件衣服就是 陷阱把它全拍摄了 真是的 全拍摄了 这些衣服我穿过的 还有一年四季 不同的嘛 那我说到四季 还有趣就是 我发觉到这两个月 我将会过了一年里面的四季了 我本来在香港 就已经开始是夏天的 是吧 六月七月了 那到来到这里的时候 去到西兰和澳洲 就是冬天来的 那就是冬天 是吧 那一路由秋天慢慢转到冬天 我就已经过了 又去了夏天了 好了 你知不知道 现在这里呢 就慢慢就转到春天了 到我回到香港 那时就变成了秋天 所以我说 这两三个月呢 我就过了春夏秋冬 那在春夏秋冬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除了吃饭之宝之类的东西之外 还有跟着季节 时令之外 穿衣服 那样东西 总之给自己呢 就是有一份 怎么说呢 就是不要没有斗志 我常常觉得 真的是的 其实在疫情过了之后 我常常都说会是疫情的 在疫情里面 如果我们现在不装备自己 准备好自己的时候 大家一起开闸 当市要恢复一下 各样东西 恢复正常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怎么样 现在经济各方面 或者工作 甚麽仔读书 各样东西都会是怎么样 我们常常都说 不要输在起跑线 所以我们一定要 现在就做好准备 好了 我今天就有少少东西 跟大家分享 我想我以前 都跟大家谈过一些类似的 不过呢 我今次就觉得 很能够帮到我自己的 那这十样东西 我希望可以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 共勉之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一些 不是很开心的东西 就是牢牢吵吵 就是觉得 没有搞错 就是为什么这件事 会这样发生的 或者很多的怨言 这样 是不是 其实呢 如果我们 不要将那些所谓问题 和不开心 放得这么大 就是不要常常都 恨这样 厌那样 这样 而是将那个focus 放进去 多点欣赏 多点关爱 或者多点互相扶持体谅 其实呢 你就会漂亮很多 好了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我们常常都 忘记过去 努力现在 但是呢 我就觉得 忘记就很难的 是不是 原谅就可以的 所以我常常都说 反正过去 努力现在 创造将来 所以呢 其实我们将来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的将来 是靠现在的 所以我们常常都说 活在当今 活在当今 这个时间 我们大家在疫情里面 很多东西都仍是 得心应手的 还有很多阻制的 不要紧 我们尽量善用 那个时间和机会 去充实自己 装备自己 OK 第三样东西 就是说 怎样才叫做 是最好呢 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明明最好的 这个时间 是我人生里面 最好的时候来的 最好的机会 哇 怎样突然间 有个疫情来 令到我们个个 都好像散了 没了心机 千奇不好 因为为什么呢 你心情不好 真的病痛都多一些 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所以我们千奇不好 给他 就觉得说 哎呀 我做不到 我人生最精彩的东西 或者是 觉得一样东西 都好像 跟别人比起来 又不够好 或者怎么样 千奇不好这样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已经是输了 那你没打 都已经输了 为什么呢 是吧 你看一下现在 奥运那帮运动员 我真的很敬佩他们 这次 真的在个疫情里面 去拿牌的那帮人 所以我就觉得 尤其是得到奖那些 更加不简单 是吧 好了 那我们讲第四了 我们一定呢 就是要 多一点 去摆 那个专注力 努力 或者是能力 各样东西 是一些 是不只是为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 就是 我当然是自己 做自己先 但是不是的 我觉得你有时那种大爱 和那种对人的关顾 是令到你 更加有大将之风 和那种的亮度 我们很多时候都见到 又讲回奥运了 奥运你见到 很多时候 赢呀 赢呀 输呀 他那个表现是怎么样 你会发觉到 真的是一个大将呢 他真是一个大将呢 他很能够接受自己 那千万一输 那千万不要一输 就连那个品都输了 OK 第五样东西 不要说那么多负面的话 因为呢 我们的心想什么 我们的口就说什么了 那些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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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都觉得自己 不行啊 或者是 经常都觉得 总之 不要经常 he呀 hi呀 no呀 I can't do it 或者是 下下就 sorry呀 那些尽量 说少一点 OK 好了 第六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不要理别人 说那些 所有言言言语 People who do that when you start to believe it 人家说的东西 不是说你 濕柴 你没用 你就真的没用 是吧 我们一定要 就是怎么样 听多一点声音 但是 不要时时都去 就是 对号入座 就觉得 别人一定是说你的 还有呢 记住 嘴巴呢 不要说那么多是非 我们尽量 说多些 造就人的说话 还有了 第七 就是尽量 跟那些 开心的人 在一起 不要大家 不开心 就 互相互踩 或者甚至 互相在那里 伸 那就不好了 是吧 近乎这一切 近乎这一刻 好了 第八样东西 就是 不要那么容易发怒 不要含怒到日落 好了 第九样东西 不要去比较 现在不是叫你去奥运 就是跑啊 打boxing啊那些 不要比较那么多 你是You are the best 你是unique的 OK 好了 第十样东西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 微语囚谋了 我们一定要懂得 时时带着把傘 心中有傘 你就不怕风雨吹 对不对 我自己有信仰 我当然 很多时候会祈祷 什么事发生都好 用一种开心 因言 正面的态度 面对 每件事发生 总有他的计划 神有他的旨意 在上面 所以我们就 因言去接受 然后就 勇敢面对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by bwd6